周末到了 给大家多讲一讲汽车小知识吧 那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发动机吧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你们家的车的发动机是横置的 别人家的发动机是纵置的 在说这个事情之前 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横置发动机 什么是纵置发动机 纵向摆放气缸的发动机为纵置发动机 那横向摆放气缸的发动机为横置发动机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 这就是纵置发动机 是横置发动机 前轮驱动的汽车大部分是由横置发动机来进行驱动的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不需要改变方向 直接就可以带动前轮进行前进 那后轮驱动的汽车呢 大部分是由纵置发动机来进行驱动的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之后 经过一根传动轴 位于车底的传动轴 那传递到后轮 那进行一次动力方向的改变 也就是说90度的方向的改变 那驱动后轮推动车辆进行前进 那现在呢只有一个特殊的例子 那就是奥迪 那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视频里边 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奥迪的四驱系统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横置发动机和纵置发动机的优缺点 横置发动机最大的优点就是空间 车头的空间非常布局非常的小 那留给车内驾乘的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由于前置发动机的驱动结构都位于车头 那对于保养和维修来说会价格非常非常的低廉 缺点呢就是由于车头的驱动和传动 还有动力输出部分全部都在车头 那整个的车身的配重不是特别的好 中国有句老话说 头重脚轻形容的就是前置前驱的汽车 那关于纵置发动机和横置发动机的发动机布局 带来车辆在转弯过程中产生的推头和甩尾的现象 那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视频里边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上海游记的周末小讲堂 那会给大家普及更多的汽车知识 纵置发动机最大的好处就是前后重力的分配 非常的平均像宝马的很多轿车都可以达到完美的轴赫比 非常利于车辆的操控 那纵置发动机的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 因为发动机是垂直摆放在车头内的 那侵占了非常大的车头的空间 导致我们的乘坐的空间会进一步的减小 那同时呢 由于车底布置了一根传动轴 那所以整个车厢内部的垂直空间 也有非常大的侵占 不太利于我们的乘坐的舒适性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周的上海游记的周末小讲堂 拜拜